來繼續來看今年流行感冒的 以風車 不管是公費還是自費 全部都是四季的疫苗 自一時 通過以風 兩種A型 兩種B型的流感 其中德國的青春 也第一次提供到細胞不用的疫苗 讓民眾一個新選項 要打手臂 你要打哪出手 打出手 新冠病毒的影響 今年自公費流感 以風車的人民憲情家 參與自費主義風車的人 也比過年多兩聲 自公費疫苗的對象 六個月以上到接受進行的營友期 五十歲以上的民眾 跟醫師風疫情原定五大禮 其他人要煮疫苗就要自費 費用在八百五九千五幾天 為什麼自費的疫苗 價值差這麼多 主要是製作的方式不一樣 德國它是細胞培養的 那另外三種都是從雞胚胎去做一個培養 效果都是一樣的 雖然兩種效果一樣 今年也第一次有德國青春提供 只是一隻介紹在成二到成五 比團統多兩部用的疫苗 幾三四百塊 自費的疫苗對一般的技術 是負擔 南東官衛生局連續七年 就沒有敏感企業共有驚訝 讓專官十九到四十九回 計修疾後 不用為了來煮 捐贈三百劑的一個 是加流感的疫苗 全線的部分必須要 四百九十二劑 像當時流感病毒最多的規則 尤其今年又遇到新冠病毒 大家希望提供保護力 都過最次減遵的失效